以斯拉记第八章 亚达薛西王在位的时候 与我从巴比伦一同上来的人 他们的族长和他们的族谱记载如下 属菲尼哈的子孙有格顺 属以他玛的子孙有旦以礼 属大卫的子孙有哈图 属释迦尼的子孙 就是属巴陆的子孙有萨加利亚 与他一起登记在族谱里的男丁 有一百五十人 属巴哈摩亚的子孙 有希拉西亚的儿子以利约乃 与他在一起的男丁有二百人 属释迦尼的子孙有亚哈西的儿子 与他在一起的男丁有三百人 属雅丁的子孙有约拿丹的儿子以别 与他在一起的男丁有五十人 属以兰的子孙有亚他利亚的儿子耶山亚 与他在一起的男丁有七十人 属释法提亚的子孙有米加勒的儿子西巴蒂亚 与他在一起的男丁有八十人 属约亚的子孙有耶歇的儿子俄巴蒂亚 与他在一起的男丁有二百一十八人 属释罗密的子孙有约系斐的儿子 与他在一起的男丁有一百六十人 属笔拜的子孙有笔拜的儿子萨加利亚 与他在一起的男丁有二十八人 属鸭甲的子孙有哈加坦的儿子约哈南 与他在一起的男丁有一百一十人 属亚多尼干的子孙就是最后的 他们的名字是以利法列 耶利和士玛亚 与他们在一起的男丁有六十人 属比格瓦伊的子孙有乌泰和萨布 与他们在一起的男丁有七十人 我召集他们到那条流亡雅哈瓦的河边 我们在那里安营住了三天 当我视察民众和祭司的时候 发现没有立位人在那里 于是我把首领以利以谢 亚列、亚列、士玛亚、以利拿丹、亚利、以利拿丹、拿丹、萨加利亚和米苏兰照来 也把有学问的教师约亚利和以利拿丹照来 拆拍他们到加西斐亚的地方那里去 见首领亦多 又把他们在加西斐亚的地方 对亦多和他做殿义的亲族所当说的话都告诉他们 请他们为我们神的殿 打发仆人到我们这里来 因为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 他们就从以色列的曾孙 立位的孙子 莫利的子孙中 带一个敏悟的人到我们这里来 还有施利比和他的儿子 以及他们的兄弟 共十八人 又有哈沙比亚 和与他在一起的米拉利的子孙 耶山亚 以及他的兄弟和他们的儿子 共二十人 还有从前大卫和众领袖 分派去服侍立位人的殿义中 带来了二百二十人 全都是按名呼召的 那时 我在亚哈瓦河边那里宣告进食 为要在我们的神面前谦卑下来 为自己和我们的孩子 以及我们所有的财物寻求神 只是一条畅通的道路 我休于请求王派遣步兵和马兵帮助我们 抵御路上的仇敌 因为我们曾告诉王说 我们神的手 必帮助所有寻求他的人 赐福给他们 但他的能力和愤怒 必攻击所有离弃他的人 所以我们进食 寻求我们的神 他就应允我们 我从祭司首领中 选派了十二人 以及士利比 哈沙比亚 和与他们在一起的十位兄弟 把金子 银子和器皿 就是王和他的谋士 领袖 以及在那里的以色列众人 献给我们神殿的礼物 都秤了交给他们 我秤了交在他们手中的银子 有二十二公顿 银器重三千四百公斤 金子三千四百公斤 金碗二十个 价值八公斤半 上好而发亮的铜器两个 像黄金那样宝贵 我对他们说 你们是归耶和华为圣的 器皿也是神圣的 金银是甘心献给耶和华 你们列祖的神的礼物 你们要谨慎看守 直到你们在耶路撒冷 耶和华殿的库房里 在祭司长和立位人的领袖 以及以色列人的族长面前过了秤 于是 祭司和立位人 把秤过了的金银和器皿收下 带到耶路撒冷 我们神的殿里 正月十二日 我们从亚哈瓦河启程 往耶路撒冷去 我们的神的手保佑我们 拯救我们脱离仇敌 和在路上埋伏的人的手 我们到了耶路撒冷 在那里住了三天 第四天 在我们神的殿里 金银和器皿都过了秤 交在乌利亚祭司的儿子 米利默的手中 与他在一起的 有菲尼哈的儿子 以利亚萨 与他们在一起的 还有立位人 耶稣亚的儿子 约萨拔 和宾内的儿子 挪亚底 一切物品按着树木秤过 同时 每件的重量都记录下来 那时 从被路归回的人 都向以色列的神献凡祭 就是为全以色列 献公牛十二头 公绵羊九十六只 绵羊羔七十七只 又献公山羊十二只 做赎罪祭 这一切都是献给 耶和华的凡祭 他们把王的命令 交给王的总督 和河西那边的省长 他们就帮助民众 和神殿的需要 和神殿的一切都是献金的 和神殿的一切都是献金的